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卖了140几亿 这个行情到底要怎么看 外资对台股的影响力 究竟会不会持续地放大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谈一下这个行情 首先延续渭阳老师 昨天跟各位讲的 一般大家在追踪外资的买超 卖超 你要知道所谓的买超 卖超 是用每天的买进金额 去减掉卖出的金额 但很多人都没有想过 其实为什么要分成买进跟卖出 两个分别的细项来看 这是很有玄机的 我们今天把它整理成表格 让各位看一下 从7月31号开始 外资单日的进出的金额 我们先注意一下 第一个栏位 这边是纯粹只有只买进的部分 买进减掉卖出才是买卖超 我们先看买进的部分 7月31号以来 各位没有发现 买进的金额慢慢地变少了 最少是落在8月5号 8月6号那一天 也就是礼拜二 就是台股盘中一度大跌 后来留了长下影线那一天 外资其实它的买进金额 是放大到390亿元 是放大 是自7月31号以来 买进最多的一天 我们看卖出的部分 从7月31号以来 外资卖卖 然后到8月2号的时候 卖最多卖580亿 接下来卖出的金额变少了 像前天礼拜二 台股早盘大跌破年线 当天外资其实卖压 并没有进一步的扩大 反而缩手到448亿 至于说昨天 其实外资的卖出金额更小了 只有420亿 有发现吗 外资的卖超市金额 逐渐在缩小了 所以这个行情 它会发生转折 它是有一定的逻辑跟顺序的 礼拜二 这个石破天津的定海神针 大家一定记得吧 就是留了长长的下影线 那这一根K棒 是怎么样让台股止跌的 就是首先呢 一开盘政府基金在下档 大量的敲进全资股 那指数跌不下去之后呢 做空的空单呢 踢到铁板开始回补 那接着第三步曲 就是呢 要让外资改变方向 那这个改变方向 因为外资它 当然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来做调整 所以会是先从呢 大卖到减少卖压 到原本呢 可能呢 买进比较少 到逐渐的放大 那昨天 虽然我们看到呢 买进卖出相减的 如果是小于零 叫做进卖超 昨天的进卖超 放大到143亿 这个是跟前一天来做相比 放大 可是呢 一般人如果你只看到 外资昨天大卖超 143亿 你应该很难想象 或相信 我跟你说 台股行情会看好 那其实这个卖超变大的原因 只是昨天买进缩手了 但是呢 卖压也减缓了 所以就让这个数字呢 变成负值变大 那昨天的买进缩手 也很正常 我们从K线来看 昨天的位置在这里 那礼拜二外资买进 是比较多 买了390亿 昨天只有277亿 所以你就要知道说 外资现在的心态 基本上 它会比较倾向于 是逢低做多 逢低买进 那如果呢 指数有弹上来了 行情上去 它现阶段呢 暂时还不会很想要 积极的大买 可能会先呢 停看厅 但是你只要有跌 你只要有利空下来 外资呢 我认为扩大买进 加码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 那这个结论 其实告诉投资朋友 现阶段 魏阳老师看法 完全没有动摇过 就是请你 站在买方 请你碰到小跌的时候 就勇敢的小买 碰到大跌的时候 更要冷静客观 然后找好股票大买 就像外资 它是逢低买 那如果急涨上去呢 像今天 行情蛮热的 大涨对不对 那你今天可能 就不适合 有太多买进的动作了 因为今天很多好的股票 其实就已经呢 该反应的 它当然就涨上去了 那什么是好股票 我们除了帮大家 分析完指数的转折 魏阳老师 也在前两天的节目里面 就跟各位说 利用大跌的时候 一定要去找主流股 买主流股 你会赚到很多超额报酬 那所谓的主流股地位确认呢 第一个要先看 同产业有没有很多档个股 同步的上工 而且法人买超 第二个呢 主流股能不能续墙 要观察涨幅最大 领先创高的指标股 续涨力道 第三个 当指标股拉开空间以后 低位接低本益笔的个股 就有落后补涨空间 第四个 主流股的转弱警讯 包含了利多不涨 爆量下跌 指标股长黑 好 这四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教大家了 甚至呢 也直接举例告诉你 直接用这四个原则来判断 盘面当中的主流股在哪里 其实原来的主流 现在还是主流 这些原本的强势主流族群 经过台股的拉回 你看看 主流地位没有变 6213连冒 今天创下新高了 那前两天有没有跌 有啊 前两天 这个拉回就是你的机会 因为整个主流的地位 没有改变 当然呢 是要买主流股 好 那连冒是属于呢 CCL同伯基板 那我们再看 同伯基板的2383台光电 今天有没有 也快要创新高了 好 那我们再看6274台药 是不是也创新高 这就同一个族群 好 那这个族群 当然他们业绩都很好 7月份营收也出来 第二季财报也出来 就符合我们讲的啊 淡季不淡 旺季更旺 好 那可能有些人觉得说 哇 可是这几只股票都100多块 好 那没关系 我们还没有讲到 是不是散热族群 我们是也跟各位提 散热是原本非常热的主流 但是这个主流 有没有因为震荡 这个地位改变 好 很简单 你找指标股 指标股定义很清楚嘛 先创高的或涨幅最大的 好 那我说 你看指标股就知道 操纵呢 是不是很强 这几天 其实它受到盘面变化的影响 真的很低 今天又再度大涨 长红创高 这就是指标股 那再往下看呢 散热还有另外一档 比较高价的 双红 今天也创高 我们是不是都领先 跟各位提醒了 好 包含像建策 这也是散热的高价股 今天创收盘新高 好 那这三档 可能也都是呢 三位数以上高价股 百元的 你不一定要买 没关系 因为我说 看指标股 如果呢 续强的话 那相对低位阶 或低本益比的 同族群个股 就有落后补涨的空间嘛 所以我们往散热的 中价位的股票来看 包含呢 3017今天大涨 不过呢 我还是觉得 如果你有其他的散热股 可以选 散热 不一定要买七红 看看就好 因为他董娘 申报转 让把名下持股出清 我知道那个张数不是很多 1034张 这个卖压 一两天就可以消化掉 卖压本身不是问题 是这个身份地位很敏感 那我们真的不是当事人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卖股票 反正散热这么多好股票 比如说呢 中价位的 38 3338泰塑 各位看一下 今天突破了一个多月以来的盘整区 这个反复的区间震荡 今天正式的突破 那各位要注意咯 今天突破之后呢 双红操纵 本益比其实都比泰塑要来得高 泰塑今年上半年 两个季度的EPS 已经超过去年前三季加总 那今年的业绩 下半年又会更旺 那股价呢 其实是要反映未来的EPS 如果用未来的四季EPS 或者直接拿2020年 明年预估的EPS来看 现在泰塑的本益比其实很低喔 远远低于超纵 低于双红 那先前你会发现到 股价好像呢 稍微有一点被压抑住 偶尔可能也是有谈一下涨一下 可是毕竟没有跟上像超纵 双红的涨幅那么大 主要是公司要发行CB 可转换公司债 那要发可转债 它会有个定价阶段 那一般来说 如果可转债 是要给有利人士 大股东的亲友 来做认购的话 通常都是压低定价 所以今天泰塑做出了这个表态 突破整理区间 这表示可转债的定价 应该即将要出炉了 那本来基本面就很好 7月营收还创历史新高 所以它就该反映 但是先前因为这种筹码的因素 被压抑住 那我认为接下来的行情 泰塑应该可以乐观期待 它的补涨行情 因为操纵双红 真的本一笔拉上去了 那价位也高 留给高资产人士去操作 那如果你这个散热里面 你有在持续追踪的话 我认为下个礼拜 这个泰塑 只要筹码不要乱 应该都还有续航力 好 但是除了泰塑之外 散热族群里面 其实还有好的标的 那这个好的标的 我必须先做一个保留 在节目中我先不公开 因为我希望 在明天或下周 有机会带领了 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 能够有更多的一起 共襄盛举 那这一档也是电子股 也是散热相关的公司 过去的业绩 比较不理想 还有产业的趋势的原因 这种种原因 所以它的股价的涨幅表现 相对比起泰塑 齐鸿超重双鸿 有蛮大的落差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 可能不一样了 这一次从第二季财报出来之后 让人眼睛一亮 另外从下半年到明年 这一段时间的未来展望 将会非常的好 那整体的族群 已经把本益笔拉开之后 现在这一种 大家还不太关心 没有发现的 比较低位阶的同族群个股 当然就非常值得布局 尤其它还有成长的动能 后面业绩会很好 所以我认为这一档个股 从技术面来看 目前已经有聪明的资金 在做卡位 我们看到股价不仅突破了 近期下跌之前的高点 而且今天是带量跳空站上的年线 这是非常有重要的转折意义的 各位也知道年线代表的是长期 年线原本的弯头往下 这是长期的压力关卡 通常股价如果碰到长期的压力 应该会先震荡 可是今天股价是直接跳空 就冲上去了站上的年线 这个气势非常的强 代表业绩的动能已经引起了 聪明的资金的注意 而且正在积极的卡位 所以这档个股可能一发动 就直接往上攻 不会等人 那你想要跟我们一起布局 不用在那边一档一档 去猜去想这是什么股票 重点是魏阳老师 有给大家最大的诚意 今天是爸爸姐 父亲姐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发发发 常常都在发 一路都在发 爸爸姐 跟上我们的脚步 几岁 各位好朋友 我们就多给您几天 让你可以多享受我们的服务 让你可以延长 得到我们更多的资讯 而且可以好好的 把你的资金放大 跟上我们一起投资理财 轻松有趣又快乐 祝大家今天爸爸姐快乐 电话记得拿起来拨通 赶快报名我们的爸爸姐活动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 我是曾军玉 非凡商业台 全球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大家好 我是曾军玉均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这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冲 隔日冲 到底怎么做 四个半小时 顶尖好手 正面对决 早上九点 锁定 非凡抢先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昨天真的非常开心 我在看这个我们股市权威家族的light的时候 看到有投资朋友传讯息告诉渭阳老师 看我的节目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现在自己面对行情的震荡的时候 也能够处变不惊 心情安稳很多 生活稳定 睡得好觉 过得开心 其实能够帮助大家 我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那如果你们认同渭阳老师的节目风格 我们不撒勾血 我们不拼掌停 我们不夸耀自己 我们希望把每天二十几分钟 这短短的时间内容 做到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有实质的内容 都能够让大家 直回这个时间 得到东西 所以如果你认同我的节目 你喜欢我做节目的努力 希望你也多给我们一点指教 当然给我们更多更多的 鼓励跟支持 欢迎加入渭阳老师的Lite 这是老师的账号 如果你有手机 你可以拿出来直接扫QR Code 那我们每天节目 也都会分享在这个Lite里面的平台 那希望大家 多多给渭阳老师一点鼓励 你要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坚持做这样子对的方向 做这样子的节目形态 真的 有的时候需要大家努力 因为很多时候 我并不是把时间拿来 夸要绩效 拿来做生意 那有时候我也会怀疑 这样子的方式 是不是适合大家 所以你们一定要 多多反映你的意见 喜欢的话 让渭阳老师知道 好 所以接下来 我就要教你们另外一件事情了 昨天晚上 比较晚睡的朋友 大概看到美股开盘之后 就更难睡得着了 因为开盘就大跌 盘中跌幅一直扩大 最多跌了589点 一路狂泄 结果如果你起床之后一看 收盘小跌22点 等于没跌 美股几乎是流了快要600年的下影线 那这个情形 这个走势 好像我们台股礼拜二的翻版 那K线 教科书都有教 K线如果流长下影线 代表是支撑 因为有买盘的力道 把它买上来 没有错 但是教科书 其实还是比较刻板 那真正应用在实战 渭阳老师要告诉你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美股像昨天这样子 留长下影线 短时间之内 再来个几次密集的发生 那这个解读将不太一样 其实在过去这三天里面 美股都有留下影线 那前两天的下影线 还不算太长 但昨天很长 如果再来个一两次 各位要注意 毕竟下影线 它会出现 一定是要先跌下去 虽然后来有买盘 才会让它呢 收缴上去 留下影线 但是 如果频繁的 在短时间之内 一直出现这种K线的形态 表示一直有卖压 一直有卖压 那这个 其实你要从另外一角度来看就是 市场上的情绪 信心是非常不稳定 非常脆弱的 而一直有人在供应筹码 所以如果它 只出现一次 你可以说这个是强烈的支撑 但如果它短时间密集的出现 你要小心了 这个是 我必须事先让各位呢 建立起的 看盘的正确观念 对技术分析 更深一层的认识 我并不是说 美股一定会跌 我不喜欢 做这种预测事情 看讯号在动作嘛 但是 我举一些例子给你看 这个 也是呢 短时间之内留下影线 时间点呢 是在去年12月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边大跌 然后这边留下影线 你可能以为呢 要转折 结果呢 隔天再一根长黑 然后又大跌 留长下影线 你可能又以为要转折 结果呢 一路撒下去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次的例子 是在今年的5月 这个地方也是 在4天之内 出现了三根长下影线 之后虽然有反弹 高不过高 而且呢 反弹量缩 那下沙的时候 都带大量 接着呢 也是一路的 大跌下去 好 举了两个 比较需要呢 警惕的 小心的例子 当然 也有可能 下影线呢 就是支撑 有利于行情往上 比如说 另外一次 道琼指数的例子 则是在今年的3月 下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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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天之内 连续4天 都有留长下影线 这夯心呢 就一路上去 所以你会发现到 同样是下影线 你只看单一根 K棒的下影线 解读为支撑 没有问题 但是 你要配合 位阶 你要配合 成交量 还有 它发生的 频率 所以 美股现在 短时间来看 它算相对 低档 但长时间来看 它还是相对 高档 如果呢 一直爆量 然后留下影线 那接下来 回档的风险 会增加 但如果呢 量缩起来 然后不要再一直发生量 这种长下影线 基本上呢 美股震荡过后 短时间 就很有机会 继续往上攻 那当然这一切呢 都还是会跟呢 美国的总统川普 他的一些发言有关 那我们没办法 事先知道 他要讲什么 他现在的一言一行 随时牵动 全球的金融局势 这个我们没办法 事先预判 但是我们可以呢 看讯号 来灵活调整 操作的策略 我们可以决定 自己的资金分配 现阶段 拉回就是买点 找好股票买 而且呢 不要用融资买 最后一点 就不要呢 冲动追高 有很多 本来业绩就好的股票 还没有完全 把利多反映出来 你当然可以卡位啊 我们先前讲主流股 是不是讲到散热 讲到5G 5G其实再拉出来 不只是铜箔基板 包含一些网通的个股 是不是有跟各位讲 明太 也非常的低估 明太 也没有受到股灾的影响 姿态很强 拉回的时候 去找这种呢 相对抗跌强势股 它很容易就创高 今天就创高 核琴控呢 也准备要呢 重新来挑战高点 这个都是网通的股票 那不是网通的部分呢 像IC设计里面 跟这个 真无线奶耳机 有关的细创 今天股价呢 也很强 那再来我们看到 优群 这个业绩大成长 第二季EPS成长70% 股价呢 该涨没有涨 早晚呢 还它一个公道 那传三股的部分 可以做部分的一些配置 但最重要的 还是在于 业绩 是不是值得期待 以窗帘为主的 9935庆丰富 今天呢 创了收盘性高 也是非常强 所以你看到 温阳老师 这段时间 跟各位追踪 分析的个股 除了呢 一再跟各位 去尽可能说明清楚 它的产业面的趋势 它的财报 那财报这些呢 陆续出来之后 也都印证了 我们对于 基本面的领先掌握 更重要的是呢 我并没有因为 股价下跌 或者是 像这礼拜二 这种台股 大恐慌逃杀的行情 改变了我的看法 因为 我有几分证据 就讲几分话 做几分事 现在的行情 很明确 你就是要做多 站在买方思考 但是呢 不是乱买 这句话很重要 请自行重复念三次 不是随便乱买 买错股票 也是会出事情的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选股 跟着温洋老师 温洋老师的专业能力 一定可以保护你 现在还有一档电子股呢 股价刚跳空 往上突破了年限 以年限来说 代表长期的分水力 现在它才刚站上年限 位阶真的很低 而第二季的财报 已经让市场 有意外的感觉了 非常不错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聪明钱 开始注意到这两个股 你不用花时间去猜 因为猜到了 对你也没有太直接帮助 重点是后面要怎么操作 它未来的EPS有多高 它的成长性有多强 这些内容 其实你只要跟上温洋老师 你都能够完整地掌握住 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操作 那迎接快乐爸爸节 爸爸节的活动 倒数计时 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几岁我们就多给你几天 立刻来电预约 祝大家爸爸节快乐 明天见 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